武汉肺炎疫情吹哨人李文亮日前不幸病逝,震撼各界,更引来大陆网友不满,痛骂湖北官员。 国民党立委赖世宝昨在脸书提及,李文亮医师生前一句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让世人省思,他直言,李文亮之死不知会否唤醒民进党高层的一点良知。 赖世宝这番言论也引来议论,更有网友直呼齐文贡赏。 武汉肺炎疫情大规模爆发前,李文亮就对外界发出警讯,消息曝光后却被已散布不实消息逮捕,给予严重警告,并要求李文亮签署训诫书。 未了,李文亮之后也因抗诊时感染武汉肺炎而住进加护病房,日前不幸过世。 赖世宝昨发文指出,李文亮医师生前留下一句话让世人省思,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。 国际媒体关注李文亮的死,英国金融时报说他的去。